陳盤的說呢 其實可以發揮一點點的藝術的天分 藝術的天分呢 藝術的天分呢 其實就是看人家擺 然後擺索呢 自己學著擺 那就是慢慢的就會變成擺盤 那其實呢 紫陽中呢 有個人喜歡吃生的 那如果不喜歡吃生的呢 你也可以稍微過個水 它就不會那麼嗆辣 那呢 有些比較粗的地方啦 就大家擺盤 就是 我們的醬汁的話 盤的其實很簡單 然後呢 這是一個比較粗的地方 我們直接當底 然後呢 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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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拉出去 有沒有 像那個醬汁的形狀 那呢 接下來要看這邊 另外一個醬汁的形狀我等一下再用 那我們這時候把我們的主要的主角 威力請上來 請出來啦 不要多請上來 這邊教大家擺盤 那其實我們在擺盤的時候很小技巧 如果你掌握得好 好 其實呢 在桌料裡上面就變得很簡單 來 這一面比較漂亮 好 它也斷掉了 不好意思 然後因為呢 通常我們的常調視覺感 所以其實呢 如果我們是經典的紫陽蔥鋪底 它在撐脫的時候呢 會比較漂亮 那大家不小心讓它斷了一隻腳 沒有關係 好 沒關係 這邊 然後呢 撕下的紫陽蔥再鋪另外一邊 那其實鋪底的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你上面有一些油脂啊 順便可以幫你把它濾掉 比如說煎得好油 怎麼會好油 其實看你用什麼方法跟技巧去彌補這東西 那其實呢 這個做法呢 比較像鐵板燒的做法 這樣子就還OK啦 看起來 應該是沒辦法跟新的一樣 但是可以至少 好漢的多 好漢的多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 撒了一個紅椒 沒關係 這邊 把它鋪上去 當然如果說你可能對於 擺盤的時候齁 一些手上面的一些 夾子啊 就是說你用小夾子夾 那因為我個人就是 鏟子還蠻會用的 對 所以我就會用鏟子的方式去做結合 然後呢 玉米筍的部分呢 看你的需求 那有時候我覺得 欸 這個 我們的一個配料上面 我們稍微把玉米筍切開 稍微要你要大小 那其實我這一集到底是在焦擺盤呢 還是在焦做菜 你看不太懂 開玩笑的啦 然後這邊 你把它外旁邊 你把它外旁邊 因為有時候我們做菜啊 講求色香味 那除了美味之外 健康之外呢 我們最希望就是看起來 欸 美美的這樣子 看下去就會很有食慾 那因為有的青花菜 其實蘆筍呢 可有可沒有 那其實就不用再額外多蘆筍 那我們醬汁醬汁的部分 我們在稍作整理 用廚房紙巾 讓它推一下 醬汁是不是美美的呢 好 那這個醬汁醬汁的部分呢 就看著大家的發展 其實我覺得醬汁就OK了 那如果說你想要再讓它的醬汁 因為我就是一條而已 所以呢 可以再加強一下 再斷 再示範一次 這樣子 然後拉出去 有沒有 加著醬汁的話 反正就還蠻漂亮的 然後呢 再移過來一點點 嗯... 這樣就好了 那等一下就完成囉 這樣一道菜就完成了 非常簡單 香煎鮪魚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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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